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,大家好,今天是2019年4月21日,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,中国男人阴京的平均长度与世界各国阴京长度排名,中国正常男人的阴京勃起时的平均长度为11cm,疲软时的平均长度是5-6cm,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,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,据统计。 中国青壮年男性阴京的松弛状态的平均长度为至4.3cm,正负1.14cm,范围为4.10-12.10cm, 正常范围平均为5.39-9.47cm,平均周长为8.17cm,正负0.64cm,最短为5.80cm,最长为1.60cm, 正常范围平均为6.92-9.42cm,勃起之后的平均长主工业区13.07-1.12cm,最短8.60cm,最长17.43cm,平均正常范围为10.87-15.27cm, 国企之后平均周近为10.76cm,正负0.89cm,最小7.08cm,最大是15.27cm,平均的正常范围是9.02-12.50cm, 研究还提示,阴晶在16岁时成熟,20岁后仍有所增加,25岁后无明显差异,他的大小受年龄、发育、地区、民族、人种、身体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身体过于瘦弱或肥胖则阴晶的发育受影响,包经者较小,心所静脉曲张者较大, 阴晶越小,勃起后增大的比率越高,松弛状态的阴晶大小在个体随季节及身体状况变化不定, 夫人的阴晶和身材高矮,胖瘦,五官大小等一样存在着众多的差别,长短不一,精细不齐, 国内史城里曾测定1412例中国健康男性青年的阴晶大小及126例健康男性的阴晶勃起长度, 结果表明,常态时阴晶最长为14.5厘米,最短4厘米,平均8.375厘米, 周长最大12厘米,最小4.5厘米,平均8.3厘米, 勃起时最长16厘米,最短9厘米,平均12厘米。 勃起时周长最大14厘米,最小8厘米,平均10.75厘米, 刘国阵等调查的1000厘正常成年男性的阴晶长度为, 常态下长度范围为4.9到8.6厘米,平均6.55厘米, 最长10.6厘米,最短3.7厘米, 无尾程等对2547例16到40岁南大阴晶进行测量, 阴晶长度平均值为7.43厘米,周径平均为8.17厘米, 阴晶千掌平均13.34厘米, 与计算出的勃起长度13.08厘米相似, 顾考虑签长可代表勃起后长度。 可见不同作者的测量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别, 其结果还受地区、民族等影响。 此外,在常态下同一个人的阴晶长度也不恒定, 如紧张、寒冷或严重疲劳时都可使阴晶短缩, 再加上测量的方法本身也有较大差别, 所以,很难单纯从长度上判断阴晶是不是正常。 因此,上述数字仅能作为一个参考, 千万不要硬去对照自己的长度。 临床医生也从不愿意以阴晶长短判断是否正常, 只要能正常性交, 能完成生儿育女的任务就是正常的, 最后得出结果。 中国正常男人的阴晶勃起时的平均长度为11cm, 疲软时的平均长度是5-6cm, 飙与女性的性敏感部位绝大多数集中在阴道的外三分之一外, 所以阴晶的大小对实质的性交无明显的影响, 性生活的质量更取决于情感, 续巧和勃起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, 长短和性能力没有必然联系, 关键身体要好, 性子活力要强大, 其实只要你的小弟弟强壮, 短些没有关系, 另外女性获得高潮和快感的部位位于阴道的前三分之一处, 赛长也是多余的。 女性阴道差不多在12cm20cm左右, 阴晶普查韩国人最短仅9.6厘米, 法国人最长达16厘米, 西班牙医疗用品公司安德罗姆戴卡尔的行政总裁迪迭哥在为2000多名男士实施阴晶增长治疗后, 收集了15个国家的科学数据, 不于是决定找出各国男士生殖器尺寸的差异。 迪迭哥博士发现, 全球男士生殖器博企时平均14厘米当中韩国男士最短小, 平均只有9.6厘米印度人排行倒数第二。 平均只有10.2厘米法国人则最得天独后, 平均长度位居第一达到16厘米意大利人长度为15厘米。 排第二位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则分别为14.9厘米和14厘米。 美国人则为12.9厘米。 委内瑞拉和巴西人的分别为12.7厘米和12.4厘米。 国家厘米英寸钢果17.937.1厄瓜多尔17.776.9香港11.194.4日本10.924.3中国10.894.3斯里兰卡10.894.3菲律宾10.854.2台湾10.784.2缅甸10.74.6印度10.244泰国10.244泰国10.25 1.164柬埔寨10.044韩国9.663.8在节目结尾。 有我们推荐的你可能有兴趣的视频。 若你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,请订阅、打赏和点赞。 您的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。 支持我们,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英纪诗家赞助播出。 订阅电话510-465-1888。 明镝里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